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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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雷莎 對對 你是哪一支的 雷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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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好了 我們到了 怕天空還是亮的 這裡有個很斜的坡欸 你們看 噢 剛剛紅的臂下來的 好刺激喔 小美辛苦了 沒人 我們第一個到的 B應該在這裡吧 B 一進來就看得到 雨棚B 這邊離溪流好近喔 晚上肯定很刺激 我們這一次一起錄的就有三張 另外一張應該是單飛吧 那我們決定搭最邊邊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神殿帳會拉繩 會妨礙到別人 所以只能搭最邊邊 會比較好 不然會怕小朋友會踢到半島 那這個位置呢 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你是媽 旁邊還可以停一台車子 水啦 嗯 黑色的藍色是我們回收的 對 小的盆子是我們要放的 收 我租椅子放主做的熟的 嗯 那個生的啊 菜葉果皮啊 殼啊 或者是說一般的 玉米殼 或者是玉綠殼 都是垃圾桶 垃圾 一般垃圾就好 嗯 這裡應該可以 天幕 好 那就是你們的地方 你們運用的地方 我不會給你們的車子從前面過 好 嗯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現在要來Cat晚餐了 自從當初露營到十幾路 就有人留言 反應說 怎麼我們 周日 側帳都是吃泡麵 那我們聽到這句話呢 覺得我們要便行一下 還是不要吃泡麵好了 所以從那一次露營開始 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再泡過泡麵 應該是啦 如果我找到的話 大家來找茶 如果我找到的話 歡迎截圖 好 對 那我這一次呢 太想念泡麵的味道了 所以我就來吃泡麵 晚餐吃泡麵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神殿杖總共會打 33個釘子 還有小海呢 有時候都是真的是打到很累 很累 雖然說 你一定要打兩個釘 這樣會比較沉啦 但是它都是因為發懶嘛 畢竟33個釘 也是人幹的 我要強調的是 這裡可能是剛好 有柱子的關係 所以這周邊 底下都是大石頭 那這個釘子呢 就碰到大石頭 很難破石 所以它只好打到這個階段 就不能再打了 等一下可能要放個青蛙燈吧 怕明天晚上小孩子會半倒之類的 YES 我們家的白色完成了 今天比較早來 而且又在新竹五峰非常的近 所以搭色不會花費太多的時間 有另外兩位朋友跟我們一起來 但是他們今天沒有夜沖 所以今天晚上算是我們的單杯日 沒錯 他們明天早上才會過來 好來簡單介紹一下我今天的擺設 本來我不想帶桌子的 礙於有朋友要跟我們一起搭夥 所以只好帶了桌子 這一次呢 大家眼尖的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多了幾顆燈吧 沒錯 多了這個水晶燈 上次我有提到說 我有入手這一顆水晶燈 它裡面原本就是天火燈 再加上外面這個水晶燈罩 這樣搭配 超級美 木質燈架 非常有質感有沒有 搭配上去 瞬間又加了不少分對吧 再來看看這邊 這個木架上頭 這一盞千鋒的沒有燈 也曝光過兩三次了吧 還有這一顆我非常喜歡的 閃閃亮亮的燈有沒有 像煙火造型的 點起來真的非常的好看 超漂亮超美的 還有煙花造型的 還有這個我稱為龜裂造型的 剛剛有簡單瑞過去的這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釣魚燈 人生入手第一顆釣魚燈 這個是張老師 他要脫手 我就趕快給他收起來了 講到這顆釣魚燈 來講一下我剛剛發生的糗事 上個禮拜張老師 他擔心我不會點釣魚燈 他有詳細的介紹一下 釣魚燈怎麼使用怎麼點 我也很認真聽喔 我真的很認真 就是只差沒有做筆記 然後我剛剛自己試點 我這個白癡 你們知道怎樣嗎 釣魚燈前面有玻璃片 我就想說我要把它拆下來 我要點燈 要用賴打去點 結果點著了之後 我才在想 燈身這麼的燙 怎麼把玻璃裝上去呢 我就想說把它關小一點 應該就不會那麼燙了吧 裝上去玻璃又掉下來 掉了兩三次之後 越想越不對勁 怎麼會這樣呢 我就想到 對齁 上禮拜張老師有提到說 這是電子點燈 電子點燈 電子點燈 因為它這台有電子點燈 是開了以後 裡面一個打火機 啪啪啪就要光燈 怎麼會這樣子 我明明有了很認真的聽啊 這是我剛剛發生的糗事 就是薄君一笑 再來繼續介紹一下我這一次的裝備 還有這個也是曝光過很多次的 KIMEO的平價露營燈 一顆499 又是新入手的 這裡怎麼新入手那麼多顆燈啊 燈永遠都不嫌多吧對不對 這一顆就是Rossio的露營燈 它也可以當手電筒 然後還有防水的功能 或者是洗手台旁邊沒有燈的話 你也可以放在那邊照明 非常的明亮 另外這邊的四層架也來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放一些 一些 欸對 就是這一些 這顆阿拉丁燈 藍牙喇叭 還有這個香香的雞 我都會帶 因為有時候可能有貓沙的味道 我就會點來熏香一下 讓腹肌充滿著芬芳 還有咖啡壺啦 手沖壺啦 還有投影燈 還有這個彩繪盤 馬口鐵材質的彩繪盤 好大概就是這樣啦 好另外就是冰箱 當然還有夏天少不了的 製冰箱 好了我現在要來關燈了 點燈呢就是追求一時的浪漫 好通通關掉 這樣比較安全 明天再繼續點囉 晚安 晚安 現在時間是 零層三點半 看這兩隻精神特好 在抓蟲 大哥大姐 拜託一下好不好 醒醒好吧 然後 然後 抓魚抓蟲之後 便在人家身上跳來跳去 為了是什麼你知道嗎 為了這個髮球 我超愛玩髮球 自己玩就算了 還要非得在人家身上玩 是不是很無異的一次 裡面有一隻喵 在裡面睡著 好可愛唷 這隻喵 為了睜眼多小啊 跟姿勵 兩隻喵 阿貝 一隻喵 餵 來 好 一組三個空瓶子 都可以裝沐浴爐或者是醬油油之類的 我們現在來介紹營區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大家的地方 雨棚A區 雨棚A區好像是從營區出口一下來就會看得到 這邊除了是說雨棚可以當作遮陽 港雨的好處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在於說 前面的空間可以讓你發揮 如果你今天都是認識人 把車子停到一個妥當的地方的話 前面你可以搭客廳帳 也可以帶大家的帖幕 都可以隨切都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等於說引主就是把前面這些空間 還是給A區的人去做使用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這邊是可以蠻好利用 你帳篷又可以得到遮陽的空間 前面又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活動空間 這一點規劃 我覺得引主是做的蠻好 因為它車道就在旁邊 車輛就只能往旁邊去開 所以它這邊特別去做一個三角堆 不要讓人家車子可以開過去 做一個區分 我現在所在位置是B區草皮區 兩丈包區 現在可以看得到現在下午三點半沒有人 這代表什麼呢 草皮區又沒有遮陽的效果 當然是很熱啊很曬啊 所以大家還是都會專攻雨棚區 雨棚區是蠻帳的 但是如果秋冬季節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 因為它空間給的還蠻大氣的 所以一丈朋友這樣一起來 然後兩丈搭在一起 有私人的空間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棒的 它的草皮呢看起來也是蠻厚的 但是仔細看到它有加一點點碎石 目測啦 如果下大雨的話 應該是排水效果還是不錯的 這邊也是西區的兩丈包區 你可以看得到車子都可以停旁邊 有私人的空間 這個還不錯 我們現在來的是D區 這邊是有六丈的空間 然後今天剛好這邊可能是沒有搭 所以這邊就看起來有一丈 哇這一丈的感覺 完全是VIP的等級 搭配一個天母V字型 非常好看 這個地方 它搭起來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E區 四丈包區 而且今天之內來搭草地的都是VIP 草地區都是一丈 特別搭 天啊 好享受這種感覺 尤其西遊記這邊的山巻又蠻漂亮的 你會覺得來這邊 你喜歡看山景 心曠神怡 然後加上這種不會太熱的天氣 嘟嘟好 享受 然後至於怎麼搭法我沒有看得出來 但是可以看到兩個洗手台裡面 應該是搭兩到三丈的空間 那它這邊還有多數很多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來這邊包區的人 可以好好利用這些多餘的空間 我現在鎖在位置是雨棚C區 總共有八丈 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 雨棚區每一張都是滿的 因為夏天又怕下大雨 大家都一定都會選雨棚區啊對不對 反而夏天草地區是最厲害的 一丈抱區 空間超大的 你可以任性大 它衛浴提供的其實還蠻多的 幾乎每一區都有衛浴空間 提供還蠻足的啦 然後我要講一下它的衛浴呢 算蠻原始的 而且它的衛浴空間呢 跟我們在網路上看見的 有很大的差別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A區的草地碎石區 你看這麼大的空間 我們才有幾丈 總共只有四丈 你可以搭得很韌性啊 你看它空間真的是超大的 而且就算你搭的位置 大帳篷 你旁邊還是可以停車 非常的棒耶 而且你會看這邊 四周全部都是大樹 哇 有大樹的庇護 就算你夏天來這邊搭帳 你也是可以不用曬到很多 你也可以不用很多機會曬到太陽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還蠻棒的 那我最推的這區 這裡面 這樹是最多的 這一區很讚 而且又可以保有私人的空間 在這裡面這一區 獨立區 讚 雖然這個空間區域不錯呢 但是唯一的缺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可以看得到洗手台只有一個 你四丈要共用這個洗手台 有點稍嫌少一些 這是唯一的不便之處 這邊還有細水池 還有沙坑 另外還有一些塑料型小型的遊戲設施 我們要來介紹就是雨棚A區 雨棚A區 雨棚A區是這個營區裡面提供的空間是最大 看得到的空間是最大 就非常讓你遼闊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可以打網球的草 草地啊 那我現在要走路過去溪流 我前幾天啊 在網路上看到跟小孩說 欸有溪流耶不錯耶 可以給小朋友玩 結果你知道小孩說什麼嗎 啊這邊就溪油季啊 一看就知道有溪流啊 這是在叼我的意思嗎 這是態度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廁所很延實 環境也很延實 那生態也很豐富 白天可以聽到鳥叫聲 殘叫聲 非常的大聲 那晚上又有一些蝴蝶飛蟲 飛雨飛來飛去的 我們現在已經聽到了 殘殘的流水聲 但是要怎麼走下去啊 有路嗎 喔 然後這邊有 有路可以走 那聽說因為昨天有下大雨 山上都是下雨的狀態 所以水會有點湍急 不適合小朋友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走一走 拍一拍 看看他們那邊的狀況 那也是 走路很尖精啊 旁邊都是一些雜草 你走路要小心一點 小心地滑 因為有點下雨 所以地上有點濕滑 你現在走路有點困難 一啪 哇 一個獅竹就摔著狗吃死了 那這附近都是竹林 所以這邊非常的涼爽 好 看到了 喔 它的溪流大概集溪吧 不會太高 很適合給小朋友玩 然後也可以帶一些那個捕魚網啊 來撈一些魚蝦之類的 還可以釣魚到晚上可以加菜 我先去吃東西 過千萬塊 食力 是在酒嗎 要吃東西 好 好 有 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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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炸热的你再吃 看我一下啊 啵啵 兩個又不能亂離牠 3 2 2 1 1 1 2 2 1 2 3 1 2 2 啊啊啊阿姨 嘴巴那麼大 偷拍 剛剛進來發現一個殘案 他們去一個 那個袋子上面 反倒肉 咬出來 你看 被他們弄得稀巴爛 裡面漏泥全部光了 你們也太厲害了吧 怎麼去找到這個漏泥的 啊 還好只剩一條 不然四條全部給你們吃光光了 啊啊啊 你們到底怎樣 哎呀 賣蛋 嗯 嘿對 精神又來了 嗯 很好 哎唷 這個打雞肉 他這個打雞肉 被蚂蚁咬破耶 不知道 對啊 被蚂蚁咬破 就不知道 應該是吧 因為剛剛這邊都土堆啊 你看那裡 被蚂蚁咬破 野貓 野貓 你在幹嘛野貓 不要亂走 野貓 不要亂走 誇張 喂 你該不會想要跳車上班 不可以 對啊 你看體力多乖 對不對 一定要乖 耶 耶 嗯 他媽媽也想學 是嗎 你不是一點想學的樣子嗎 咪咪咪 夫婦 咪咪 咪 我把它點 辛苦的爸爸 本大爷